左侧交易四大法则,第一,学会等待是前提,至少要调整五个交易日,K线远离十田均线,才能开始进场试错,也就是说前五天空仓等待最好,如果做不到,至少在调整的前五天,仓位越清越好,小到何总程度,10%以内的仓位即可。 投资大师芒格说,你需要的是大量的等待,而不是大量的行动,做长线可能要等几个月几年,做短线五到八天不能等吗? 第二,仓位管理是灵魂,永远别指望一记命中,至少要做好连续三次出错的心理准备,首仓轻轻试错一点点,二次加仓再加一点不要太重,三次加仓仍然给自己留有余地。 一般来讲,在已经躲过五到八天的主跌之后,在分布进场,多数会有反弹出现,做得好的就能反败为胜了。 做得不太好,大多数也有平盘出局的机会,如果大盘反弹之后转跌,做的品种就是没有反弹,那也要止损出局。 不能无底线的越跌越买,第三,反弹离场是光剑,做的就是反弹,别反弹发生了又舍不得走了,反弹通常也就一到三个交易日,机会稍纵即逝,反弹靠近十天均线,就要学会主动离场,如果反弹转化成反转,那是后话,那就用上右侧交易的一套方法了。 第四,莫把左侧单找底,千万不要认为左侧交易就是为了找一个底,找底很多时候就是找死。 长线左侧是求买在合理区间,要看月线图,不调整五个月以上,不进场布局。 拨断左侧是为了找相对低位,就看周线图,不调整五周以上,不进场。 短线左侧就是为了拨一个反弹,不调整五天以上,不收养。 以上四点落实到位,再去谈技术,以后我再跟大家聊聊技术相关的细节。 千万不要认为技术才是最重要的,没有策略的技术就是危险的技术。